今天到達電腦系統的第五講 今日的學習目標有一點多 希望大家也留意 第一就是認識不同的主記憶體的種類 第二,我們要知道隨機存取記憶體和唯獨記憶體的功能 第三,我們要分辨到隨機存取記憶體和唯獨記憶體的分別 最後,我們要知道快取記憶體的特性 很多很多記憶體,所以大家也知道我們今天是在講記憶體 首先,我們要知道電腦中的主要記憶體只有兩種 第一種叫做RAM,隨機存取記憶體 第二種叫做唯獨記憶體,WARM WARM在之前大家說的時候,數據圖給大家看 而WARM其實就是這樣的 我們經常叫這些蟑螂仔,蟑螂仔,一些電腦的晶片 看到這樣的樣子,很多這些線腳在這裡 在這個位置 這就是一個WARM 大家有一個初步概念 你們基本上去做,應該是WARM 動WARM多於WARM,WARM很少去處理 但至少你知道,有WARM又WARM 好了 由今天開始,我就特意做了這個版 就是問題來了 好了,大家做完那條問題,希望大家也OK 去到看看,RAM究竟是什麼呢? 麻煩大家留意 第一件事,是暫存的 暫存來自應用程式或者操作系統的數據 或者指令的雜誠電腦 WARM是一個雜誠電腦 一些電腦版,這樣整成的 而它是暫時去儲存 來自應用程式或者操作系統的數據或者指令 它是暫存的 好了,它有一個特性 這個特性叫做疑失性 或者有些書叫做依電性 什麼意思呢? 依電性是容易說的 就是關機,沒有電 這樣就 儲存到WARM的資料就會消失 這就為之,疑失性或者依電性 就是關機,沒有電,沒有電就消失了 WARM不會幫你儲存 OK 而它另外有一個情況就是 它儲存時間 即是存取數據的時間是較硬碟快的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我們那時候說 CPU 裡面有一些寄存器 Register 它是很接近CPU 所以它存取相對是最快的 接著下去就是WARM WARM 給這個Register 就慢一點 但是它比Hard Disk 就快很多 OK 這就是它的特點 就是傳取時間是較硬碟快的 亦都是為何我們每部電腦都要有WARM 去處理的 好了,它的量度單位就是自折大街B 自折大街B 不過現在一般人來 即使電話都好 其實都是用GB做單位的 如果大家有概念的話 記得我提過 容量時候 G 代表1024x1024x1024 公開市如果當成1000x1000x1000 Marker不會當你錯 不過我們校內考試 我會當大家錯 所以大家要留意 而WARM 我們主要有兩類 一類叫做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另外一類就是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大概希望你對WARM有個概念 以實性、依電性一定要記得 是暫時的 傳取速度快的 單位是甚麼 這個你要記住 一般來說我建議現在大家 WARM應該起碼要100GB 沒有100GB其實很難去處理到現在的工作 好了 接著我們去到WARM WARM上面你會見到 在這裡 可永久 永久地儲存 製造商所提供的資料 例如一些引渡程序 一些基本輸入輸出系統 即BIOS BIOS 的資料 引渡程序 即是我甚麼時候拌範 例如我有兩個操作系統 拌哪一個先等等 這就是BIOS的畫面 裡面你會見到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設定 OK 如果你想做 例如有部份底板支援 如果你想做超頻 在這裡處理 每部機器進入這個系統都不同 有些可能會按實刷券 在開機時按實刷券等等 但去到BIOS 這個畫面 一定是進入Windows之前 進入操作系統之前 OK 所以記得 唯獨記憶體是永久的 可以永久儲存一些資料 而這些資料通常不是我們自己的用戶 是製造商已經放進去 即是我很少說 我先放一些資料去溫度 不少可 好了 好 好 接著 就看看 我們之前說過RAM的特性 那WARM的特性是甚麼呢? 多加一個字 加一個非字 WARM是非依電性或者非易失性的 甚麼意思? 關掉電後 儲存在WARM的資料 仍然存在不會消失 仍然存在不會消失 所以為何廠商的東西 要放進去WARM 如果不就糟糕了 我是廠商 李均雄廠 然後我做完 寫完BIOS 或者一些程序之後 我又放進去RAM 然後運給你的時候 沒有電 沒有了 你開不了機了 所以我們這些 WARM的特性就是 非易失性 或者非易電性 我們很少可說WARM的速度 我們很少會把WARM的速度去比較 因為我們不是很經常會用到WARM 所以我們不會說 WARM比WARM還快 還是甚麼 都不會的 OK? 我們有兩款WARM 一款叫做可山可編程的唯獨記憶體 另一個就是 都是可山的 可電山可編程的唯獨記憶體 在這裡也是 大家有個初步概念 和剛才我忘了說 靜態和動態的WARM 都是一樣 我們在課堂上會多說少少 大致上大家有個概念 好了 WARM和WARM就好像兩個歡喜冤家 經常都去到大家比較等等 但是問題就是 有第三者出現了 這個就叫做快取記憶體 留意是快取 不是快閃 因為快閃記憶體是說另一件事 是快取記憶體 快取記憶體有甚麼用? 它可以加快電腦的處理速度 但是容量很少 它基本上可能只有KB 它傳取的時間是會較快的 因為很多時候是放在CPU裏面 或者快取記憶體就會放在CPU裏面 下一課我們是說怎樣找機 買電腦就會說 原來現在電腦有些叫L1和L2 cache 即快取記憶體 到時會說是甚麼 所以它的傳取速度是較快的 但留意大家 不是現在這刻 不只是CPU有這件事 即快取記憶體 其他比如硬碟 即硬碟機 硬碟 可能是連Pretter 都會有這些快取記憶體 讓效能能夠增加 今天的挑戰就是 RAM究竟的效能 如何影響到電腦運作 為何經常有人說 你不夠RAM 你的手機慢 為甚麼 我想大家去想想 今天就到此為止 拜拜